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过五分钟好不好 拜托呀 五分钟 再五分钟就好 于是这个时候爸爸就点点头 儿子呢满意的继续挡着球前挡啊挡的 五分钟过去了 爸爸就站起来了 就叫小男孩说 时间到了 走吧 但是这个时候啊 小男孩舍不得走 又求爸爸说 爸爸呀 再过五分钟可以吗 爸爸 真的这一次呢 只要再五分钟就可以了 爸爸就坐下来 就说 好吧 再五分钟 五分钟很快的又过去了 这个时候爸爸就走过去 就叫儿子说 儿子啊 走吧 该回家了 这个时候小男孩正和旁边一个童年龄的小朋友呢玩沙子 于是这小男孩又舍不得走啊 再要求爸爸说 爸爸 最后一次好不好 真的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五分钟 拜托拜托 这个时候爸爸就想一想了 就摸摸儿子的头 就说 好吧 真的 最后一次哦 等一下一定要走了 旁边的一名女士啊 看到了这幅景象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的就说了 他说 嘿 周一先生啊 你真的是有个这个耐性的一个好的父亲 这个时候这父亲就笑了笑 就说 以前呢 我的 我是一个个性啊 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一个爸爸 自从我大儿子死了以后啊 我就变得很有耐性 于是这位父亲继续说 他说呢 前年呢 我的大儿子在这个附近 就在这个附近 骑脚踏车 被一个罪鬼呢 驾驶就撞上了 死了 我以前总是没有耐性的陪他玩 他要求在五分钟的时候 我总是拒绝父子两人 长长脑的不可开交 现在啊 我不想在小儿子的身上呢 再有同样的那种遗憾 我不想让我的这个小儿子失望 话刚说完啊 这个小男孩堆完了他最后一把沙子 跑过来拉着父亲的手就说 可以啦 我们可以走啦 爹地 我们走吧 算一算这次的五分钟 还不到耶 父子这个时候啊 就走啦 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朋友们 有许多人呢 疑惑 他们说 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为何容许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呢 圣经啊 解答这样的这种疑问的时候啊 是这样子回答的 就是因为天父正像这位父亲一样 极有耐心的等待 天父上帝呢 等待人类悔改 认罪 重生 然后得救 等了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上帝还在等 上帝不是在担言哦 而是在宽容 上帝情愿的人人都能够得救悔改 而不愿一个人沉沦 如果我们能够即使悔改得救 我们便可以快乐地与天父一起走啊 就像那对父子一样 最后呢 很愉快地一起走 朋友们 你可否愿意与天父上帝同行呢 再次地跟大家说 圣经说啊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在担言 其实不是担言 乃是在宽容你们 因为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灵命日良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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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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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